台北市府日前开放570户捷运连开宅 作为公共住宅提供给青年来乘租 但是目前为止这只有75户完成签约 因为虽然租金是续价85折 但是一个月最贵还是要3万多元 如果限制收入5万2千元以下才可以租 这租金已经超过所得五成 因此被批评这样的价格实在太贵了 抢租北市连开宅 4月份超过2000户民众登记 不过两个月过去了 现在却传出北市开放的570户 只有75户完成签约仅占1成3 可能要更新 这个文货大厂他们是说还没来 有签订签约时间还没来 所以我想这个详细的数字 有时候请杜花局再更新一次 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调 其他住户陆续在签约 预计共226户 但就算都入住 比率人不到一半 外界质疑 问题归咎于租金太贵 因为和邻近香港比较 八成公屋租金不超过台币8千元 是香港民众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价格 但北市市出连开宅 市场行情租金9800到3.3万元 就算打了85折 最贵还要2.83万元 还限制月收入5.2万元以下民众乘租 比重最高超过五成 负担相对沉重 应该要让民众他们就是可以负担在一起租金 然后又可以不用被吞噬到他们的所得 让他们有能力可以除去 应该要降到市价的五折 才可以让许多民众都接受 房仲建议既然连开宅是以照顾青年和弱势族群为出发点 租金上应该重新计算 以免美意打了折扣 欢迎新闻住家松刘亦如台北报导